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里分享伴侣生活 简单关系 简单关系 傻笑 对不起 你打乱我的tempo 对不起 本来就记不太住了 简单生活 是简单生活吧 是 还有环游世界旅行 音机 声音比赛 外调的伴侣关系 要残破的声音 我们今天要来聊聊两个人怎么煮 两个人怎么吃 严格来讲是两个人怎么分配 谁煮谁吃 就我煮你吃 对 没错 你也是可以吃啊 我会分你一点 等我吃饱之后你才能上桌 没礼貌 那么是杀魂主义 等一下 鞭打你 听起来很不错 因为我常常有朋友问我说 两个人要怎么煮呢 两个人好难煮哦 或者是一个人要怎么煮 那最近 说书人其实常常不在家吃 所以大部分都是我煮给自己吃 还有鸡蛋 嗯 鸡蛋吃得比我好 我常常都只能吃超商 鸡蛋有 它的鸡蛋套餐 对 当乔安他问我说 那你今天宵夜想吃什么 我说来个鸡蛋套餐好了 鸡蛋是我们养的狗狗 所以鸡蛋套餐就是水煮鸡胸肉 加花椰菜跟白饭 调味 对 这就是鸡蛋套餐 听起来蛮适合在减脂时期吃的 扣掉白饭就很好了 有一阵子你都一直跟鸡蛋一起吃鸡胸肉 然后鸡胸肉就要一直煮一直煮 那时候我只要把鸡胸肉拿出来 鸡蛋都会觉得我要弄东西给他吃 但他发现我都塞进自己的嘴里 他应该觉得有点错乱 他应该觉得说你为什么要吃我的东西 鸡蛋的鸡胸肉是用电锅 水淹过鸡胸肉 大概是一碗左右的水 这样下去蒸煮 等到它跳起来之后 会再闷大概五到十分钟 趁着我还没有柴的时候赶快把肉从汤里面捞出来 确认它是不是全部都熟了 到时候再把肉浸回那个凉掉的汤里面 我们一次煮的份量是 大概是六大包吧 应该说六小包吗 就如果你去Costco买的话 它通常就是六袋鸡胸肉是一大包 六小袋 那我们就会一次煮的就是六小袋的量 那多的就是反正分装起来放冷冻库 对分装之后冷冻起来 等到要吃之前拿下来退冰就可以了 还蛮方便的 那两个人怎么煮呢 烫青菜是一个很快就可以有一道菜的选择 比较没有时间煮的人 可以先烫一个青菜 比如说烫花椰菜 或者是烫地瓜叶 烫好之后 这个烫好的菜呢 你除了当餐可以吃之外 还可以冰隔天吃 嗯 而且我们最近发现加胡麻酱还蛮好吃的 很下饭 嗯 那个酱好像是Costco的吗 对 是我阿姨分装给我的 她就说这个蛮好吃的 她也都这样吃 因为我阿姨她是自己一个人住 虽然她常常不在家 她应该是我在家里吃啊 我阿姨是一个 虽然她年纪已经有55岁了 可是非常活动力旺盛的阿姨 就活动力应该比我旺盛的阿姨 真的 真的 因为她很喜欢跳果标舞 所以她几乎每个礼拜应该会跳三四天吧 我在想 但没有跳舞的时候也会跟朋友约束去聚餐 突然觉得单身女子的生活可以如此多才多姿也真的不容易 还蛮好的啊 有自己的生活重心 然后让自己过得开心 我觉得她过得比我还疯狂 你是工作很多啦 对啊 但是她是活动很多 常常我去她家的时候 因为我最近一个礼拜会有一天去阿姨家住 因为隔天要工作 离地点比较近 我大概都十点半左右到家 阿姨常常都是十二点多到家 我都快搞不清我这到底谁的家了 你帮她顾家 对 所以就有一道烫青菜了 接下来呢你只要再炒一个另外一个菜 比如说我最近蛮常炒菠菜或A菜的 炒这个菜其实五分钟就可以炒好了 我真心觉得乔安娜上菜速度很快 不是有什么奥利弗三十分钟上菜吗 乔安娜应该是十分钟上菜 就是如果是简单的话 真的是十分钟可以煮出来 而且她我觉得做菜蛮有逻辑的 不会觉得那种手忙脚乱的感觉 就可能还被跟她讲说 等我一下五分钟 我还在处理手边的工作 五分钟之后她就会冒出来说 你再不吃菜要凉了 然后你想炒菠 有这么夸张就是了 我被你做事比较浮夸一点 你很浮夸耶 但差不多相距无远 大概就是十分钟啦 对 因为有时候那个炭好的青菜 你只要微波一下 再调个味已经好了 然后炒个菜也五分钟就好了 这个肉呢 如果说要最简单的就是 全年的肉片 直接抓腌一下 你可以抓腌一点点的太白粉跟米酒 然后酱油可以选择要或不要 抓腌一下之后爆香 然后下去炒 其实肉片也很快就瘦啦 所以这样子讲起来就有两菜一肉了 还不错啊 白饭的话就是会建议一次煮 可能一两天会吃的份 因为我觉得白饭真的是 如果你煮好了 即使你那时候突然肚子很饿 其实白饭你只要微波一下 加肉松 对我很喜欢就是这样直接加肉松 煎个蛋就可以吃了 嗯 很像我阿嬷的早餐 哦对啊 可是我现在都这样吃早餐 我知道 跟阿嬷一样 就是跟老人一样 以前我是很喜欢吃青粥当早餐 但中医是说 湿气吗 对说太多水分了会让身体的湿气加重 我记得他有说因为水稻本身在灌溉的时候也需要很多水 所以它本来就是湿气比较重的植物 不是欸 不是吗 是面粉才是那种麦 那水稻没有吗 水稻可以排湿 对它是排湿的 哦 它是解说一下就是因为麦是在干旱的地方生长的 所以它会吸湿 所以面粉其实它会让它吃了你 它会加重你身体的湿气 就像面条啊披萨啊这种东西 嗯 那白饭就是因为它都是种在水里面 所以它排湿的能力很好 哦 所以吃白饭可以帮助身体排湿 嗯 嗯 我还蛮爱吃白饭的欸 尤其是有机月光米 真的很好吃 我们会买Costco的月光米 嗯 或者是我们会买那一家叫什么啊 突然间忘了 啊银川 银川有机白米 那个也不错吃 好吃 对我一开始会买银川的原因是因为 当初我在就是当客服志工的时候 银川有赞助我们米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对这个厂商印象很好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当客服志工的时候 就有收到好像15公斤的银川白米吧 银川是地名吗 我不知道欸 反正就是银川应该是米厂的名字吗 I don't know 就是可以查一下 OK 嗯 银色的银然后合串的串 像鸡蛋的我也是会一次煮比较多的白饭 然后鸡胸肉也已经煮好了 所以就是准备鸡蛋的很简单 炒青菜的时候我也会还没加盐之前先捞一些起来 就是给鸡蛋吃 我觉得狗狗也蛮妙的 就是他其实几乎三餐都吃这个 就是饲料或者就是鸡蛋套餐 可是他每次吃的时候都感觉 好像第一次吃 那种吃得很开心 就很开心 而且很期待的感觉 期待吃饭 对就完全不会有那种说又来又是这个 你可以换点杏花样吗 完全没有那种异性懒散的感觉 对 但是鸡蛋的确还是有比较喜欢吃的肉 我像他最爱吃的是牛肉 他也很喜欢小排 第二个喜欢吃的是猪肉 对小排他真的很爱 就是每次我只要清炖小排煮了之后 他就会一直守在那个电锅前面 守到我给他吃两块为止 他真的超爱的 他对食物有一定的耐心 他有爱啊 他对食物有非常强烈的爱 像卤小排 我觉得像橘奶 有的时候他会卤一锅红烧 或者是清炖的小排 那那个也蛮方便的 就是如果要吃的时候 把它尾剥一下 就变成有一道肉的为主的 或者是你可以当汤 对红烧小排的话 就是卤比较多的话 也可以先冷冻一半 先吃 把这一半吃完之后 可能过一个礼拜之后 再把另外一半解冻 你就不会觉得说你好像一直在吃这个菜 对 清炖排骨的话 就是我会用电锅去煮 那也是可以分成好几餐吃 另外比较少 我已经最近很少做的是红烧牛腩 红烧牛腩很好吃耶 对啊 看你什么时候要买牛腩 我来做啊 好好好 明天立马去买 哦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料理 就是直接在全联买猪肉块 比如说是甲心肉 我比较推荐甲心肉 然后如果你去菜市场 可以买得到二层肉的话 那个也很好吃 直接整块肉不用切 你就放进小锅里面 然后把水淹过这个肉 外锅一杯水 然后直接按下去电锅煮 等它跳起来的时候 那个肉块应该就已经瘦了 哦很方便 真的很方便 然后要吃的时候 你只要拿起来 然后切片 你可以沾酱油 有点像蒜泥白肉那种感觉 对对对 调味的方式啊 对就很方便啊 而且很好吃 我之前还有卤过白菜 就是外面那种白菜卤 小吃店有时候会有的 那我就自己卤 然后卤了一大锅 那我那阵就吃它 可是因为白菜比较寒 乔安娜没有办法吃太多 所以后来我就没有再去做 不然我觉得像做一锅这样子 卤菜 或像我小时候 我妈妈她会卤那个卤肉 那就是卤肉饭 肉燥饭吗 嗯 肉燥饭卤肉饭 没有它真的是那种 三层肉的那种卤肉 OK 那把它切丁去卤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所以有这种东西还不错 然后 我自己还蛮喜欢吃卤面轮的 哦我妈也很爱吃 对 可是因为我知道面轮这个食品 本来它是加工食品没有那么好 它炸过 对所以后来我也没有什么再吃 但其实我蛮爱的 它的口感 就是吸满了那个酱汁 因为我不爱 所以你没有吃过我卤的面轮 真的哦 那你要卤一下了吗 你买我就卤啊 好好好 所以开始写菜单 明天要买牛腩跟面轮 很忙耶 我们大概半年前买了气炸锅 好用 非常的好用 我一开始被朋友推坑 然后接下来 我就很开心的跟加纳说 哎我们来买这个气炸锅 那你那时候还拒绝我 为什么 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我们的台面上面 电器已经很多了 又有电锅又有烤箱 那气炸锅不是就是 烤箱 有点像是烤箱吗 对但每个朋友都说 干气炸锅超厉害的 就我有几个朋友 他们是很爱喝酒 那喝酒需要下酒菜 那他们以前可能都去外面 热炒店吃 可是自从他们买了气炸锅之后 他都揪朋友到他家去喝酒 然后他太太就是 会帮他们弄那个炸薯条啊 炸咸酥鸡啊 大家可能会团购气炸锅的食材 我发现气炸锅烤牛排超方便的 自从我们有了气炸锅之后 我们的烤箱就变成我们的植物柜 但是我本来在煎牛排的时候 我其实也是不用烤箱的 我都是直接用锅子 不锈钢锅加热加到200度以上 就很热的锅 然后去煎牛排 这个食谱是网路上一个很厉害的大厨分享的 那个煎出来的牛排真的是 外面很嚼很酥 然后里面是 嫩的 还是五分手的 对 所以是真的很好吃 但那个煎完之后 台面跟那个锅子 要洗其实都还蛮麻烦的 后来有了气炸锅之后 我就直接把牛排丢下去用90度 先烘烤20分钟 所以它因为90度没有很高温嘛 对 它就会慢慢的把这个肉 烤熟吗 烘熟的感觉 烘到半熟 大概五分熟 接下来呢 我就会把它切成 有点像是铁板烧的牛排 不是都会切开吗 对 所以你切开 你大概切多大 就是差不多 钉状吗 对 有点像钉状的牛肉 然后我再丢回去烤箱之后 用180或者是200度 再去烤它三分钟 嗯嗯嗯 在外面它就会整个是 很焦香的 然后里面会是五分手 五六分手的状态 嗯 真的很好吃 就会很好吃 所以你会觉得口感很棒 然后里面又还有汤汁 对 不会采一点都不采 所以如果你喜欢吃牛排的话 可以这样考考看 比煎的还要容易控制 嗯嗯 也比较失败率就是低很多 气炸锅真的是好物 长了一步好吗 那再代言气炸锅没有 没有 还是厂商要找我们 我们欢迎 那之前呢 有朋友也推荐我吐司机 因为我对热压吐司有一种 独爱 就觉得那个起司夹在里面 然后压的边边的 边边就是有一点硬度 但中间又是软的 咬下去起司又会流出来 送啦 是真的很好吃啊 对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买热压吐司机 但你为什么最近都不做了 唉 因为 第一个热压吐司机 要买吐司 这什么逻辑 不是啊 吐司简单啊 对啦 但因为有一阵子 我好像在减脂吧 好像是因为现在减脂 哦 后来就是变成说 不会吃那种精致淀粉类的东西 那后来没减脂之后 因为Joanna很喜欢 bagel 所以 我们那时候我去订购了bagel 就是一次可能就订购个 十几颗二十颗这样 那就会冰在冰箱冷冻库 所以我们后来的早餐 就是把bagel拿出来用气炸锅烘一烘 所以吐司机就 哇 蛮久的咯 超久了 可能有半年没用咯 有半年吗 我觉得有耶 我喜欢吃的bagel 好秋的起司三重粥 很好吃 我自己还蛮喜欢它那个 对 咸的味道 起司浓度我觉得蛮刚好的 很香 我们大概已经有连续吃 那个人吃了两三个月有了 就一直订bagel 我说这次吃完应该可以先暂停 哈哈哈哈 bagel要烤呢 从冷冻库拿出来 外表喷了水之后 先用一百五十度烤四分钟 所以它会稍微先把它烤透 然后再转一百八十度 再烤两分钟 外表脆脆 然后里面软软的状态 嗯 真的蛮好吃的 而且像起司三重粥 它里面还会有起司 对 它有点溶掉的感觉 哦 它的另外一个口味也很好吃 草莓乳酪 哦 但它比较偏甜一点 它是甜的 但是 它里面就是也是有 有点像是湿湿的乳酪 一点点甜又不会太甜的草莓口味 好吃 这两个口味是我们最喜欢的 我们现在的早餐几乎都吃贝格 其实我们觉得 我们的食物好像没有太多的变化 你不会腻吗 还好呢 我后来都觉得方便就好 真的哦 对 而且我通常去超商吃的话 也都是吃同一种 就是那几种 就是看热量来选 烤多蛋白便当全家的话 嗯 对啊 然后如果是7分 我就会吃什么花椰菜饭 哦 你的冷冻库还有花椰菜饭 还没有吃完 对 我去Costco买了一大包花椰菜米 这个是很奇怪的产品 对 但是我觉得花椰菜米纯吃饱吃 它要加着白饭 货进去 就是去微波 这样子会比较好吃 因为它没有粘度 没有粘度 那散散的这样子 很松散 都没有嚼劲 所以加一些白米进去的话 就是会蛮好吃的 你要不要解释什么是花椰菜米 花椰菜米就是 应该是花椰菜 白花椰菜去打碎的吧 我其实不是很确定 其实我一开始会知道这个产品是 因为朋友们在兼职嘛 啊 我也在兼职 大家就想要吃得饱 可是又不要摄取过多热量 所以一开始就五花八门的东西出现 各种蒟蒻啦 花椰菜米啊 或是低卡的燕麦片啊 诸如此类的 鸡胸肉是匹配的嘛 所以那个时候就知道花椰菜米这件事 后来也有在看到7分有出那个 花椰菜米便当 有买来试试看 觉得好像还OK 而且就一个便当这样吃下来 对我来讲就是可以吃得饱 但是热量又不到300大卡 觉得哇 很超值 我觉得花椰菜好像是一个很容易臭掉的菜 嗯 好像是哦 因为我们买的那个花椰菜米 你说好像臭掉了对不对 它就是没有冰太久 可能一个礼拜还不到就已经发臭了 不过可能一个礼拜对它来讲就已经有点久了 就臭给你看 那时候我有去救国团学烹饪 我那时候其实对西餐是比较有兴趣的 那为什么你没有什么在煮西餐感觉都是中菜 而且煮得很好吃 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 其实我们大部分比较常取得的食材都是中菜吧 应该要说台菜吗 台菜 台菜 很坚持 对所以我就想说 应该是要从日常生活最常吃的开始学吧 而且我也是台菜比较不会煮 老实说 哦 所以就去针对自己的弱点加强 对 但是学了之后后来就觉得台菜好好吃哦 哦 我自己觉得台菜还蛮需要功夫的 它需要控制火候 我觉得对于火的大小的控制 还蛮要求的 而且它也是 可能烹饪都是吧 很需要经验 像我以前 每次都觉得我炒青菜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它到底可以吃了没 哦 就 反正就把它炒到烂烂的 那就确定可以吃了这样 对就是有时候就是过手 但后来我发现 其实炒青菜不一定要加水 哦 对对对 就是像是炒A菜 如果你炒到它开始要出水的时候 其实就是它刚好的时候 如果它出了水 这个A菜就会变得不好吃 而且会比较容易苦 哦 那像菠菜其实也不太需要太多水 但是以前看妈妈煮菜都是 你知道炒青菜的时候就是一定都会加水 对都会加水 但其实不一定 去闷它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煮出来就一堆菜汁 对就是菜汤会太多 然后菜的味道变得很淡 哦 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机会再去学习餐 可是我现在好像也不吃意大利面了 对啊 而且牛排你也很会烤啦 然后你又不吃海鲜 哦对啊 不吃海鲜的原因是 渐渐发现 会对海鲜过敏 嗯 嗯 你也有吗 我是还好 可是如果我被蚊子叮 那我隔天如果吃海鲜 我就会很痒 就整个肿起来 对对 嗯 那你不吃海鲜的原因是因为 不舒服吗 还是 就是会觉得有一种发炎反应的感觉 哇 还可以有这种感觉 就是皮 像你说的皮肤痒也是发炎反应啊 嗯 嗯所以我们越来越不吃海鲜 我现在皮肤也很痒 我每次都被觉得拿说你是猴子吗 对真的很像猴子一直在抓 然后把自己的背都抓得都流血 哈哈哈 我每次都说不要再抓了 可是又很痒啊 他每天哦 然后叔叔有一个很奇特的 哈哈哈哈哈哈 很奇特的喜好 就是他会在洗澡前 然后脱光光爬来我前面说 哈哈哈哈 帮我抓呗 然后他在帮我抓的时候 我就会说 哦哦好爽好爽 哈哈哈 就是那个爽感觉 好像比我们滚滚还要爽 哈哈哈哈 好像不需要滚滚 然后我都会跟他说 我快高潮 我快高潮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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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不会太激动了 哈哈 要翻桌了 就想到那个爽感就开心 等一下再帮你抓哦 谢谢 哈哈哈 哦我们录音的 这一天是说书人的生日 哦对 生日快乐 哦不 谢谢 我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讲回你不客气 哈哈哈 干嘛讲不客气 啊我知道 这大概是我第一次 过生日 然后但完全没有任何的生日愿望 哦真的吗 我真的没有什么生日愿望 我人生就是变成了平淡无期 应该是说我没有特别想要渴望什么 可能前两天有啦 但现在还好 真的哦 对对对 嗯 我觉得渴望太多东西会让自己觉得很累 所以不要 你现在是要来学装词了吗 对 就我们凡事尽力而为 但是不要渴求 这不是我跟你讲的吗 对 好像我有内话的嘛 哈哈哈 所以有点就是觉得 嗯 我们可以努力 但是不要去 设想那个结果 今天我们来住 西来登 台北火车站附近的这一家 对因为我们 实在太久没有放松了 对就是被漏水的房子纠缠着 对而且这两个礼拜我的课量 暴增 我这一个礼拜只有礼拜二下午跟礼拜四下午没有再上课 其他时间都在讲话都在上课 即便是现在 所以声音很听起来很沧桑 对啊还蛮沧桑的 不过学生还蛮体谅 我跟他们讲说 你们也听得出来我现在的声音是这样 所以大家帮个忙不要太糟 哈哈哈 你用猴鹰讲话这样子上后容 没有就那个时候啊 哦那时候 我礼拜五那天最惨 后来我狂喝琵琶糕现在要好一点 那你要推荐一下哪一家琵琶糕这么厉害 都没有收业配老师来帮一下业配 一直说虽然会帮补习班老师们就是团购这样子 对但我没有收钱 就纯粹就是 因为我自己需要所以我会去订 在中正纪念堂附近 有一间我真心觉得厉害的琵琶糕 叫庆鱼堂 对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 就是可以去google一下 庆祝的庆然后风鱼的鱼 剩鱼的鱼 然后堂就是你知道的那个堂吗 对 糖果的堂吗 竹联邦堂口的那个堂 哈哈哈 他们的琵琶糕不过现在要订购比较麻烦 那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第一次喝好像是Joanna推荐我 因为那时候也是上课上的少侠 对 我怎么常在少侠 因为她少侠所以我推荐她 我那次是感冒少侠 没有你那次是本来是喉咙不太舒服 结果 哦 结果你某个表妹 表妹很好心的就是煮了姜茶 煮了很浓的姜茶给她 结果我就塞起来 结果就塞起来 哈哈哈哈 超严重那一次 我那次真的超严重 我就跟搜索人说 你不知道喉咙痛的时候是不能吃姜的吗 对而且我那阵课又还是很多 所以就啊 真的 好惨哦 所以那个时候得知了庆语堂 后来就成为她的 用戴着 忠实用户 对对对 但坦白说我们又很喜欢她们的态度啊 有的时候就是态度会给人家感觉有点拽拽的 最近有好像有改善 哦真的哦 我觉得好像要看人 就是有一两个 就其实比较亲切 你还可以跟她开开玩笑 这有一两个就是 脸很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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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多问她 她就会感觉很凶的那种感觉 她说她煮琵琶糕煮到都 睡眠不足了 哈哈哈哈 对啊 她也很累 她说我闻这个 闻到我都不用喝 我都已经 欸她好像之前就是煮琵琶糕的味道 被邻居投诉 哦是哦 对 就是可能有奇怪的味道吧 应该味道蛮重的啦 对啊 被邻居投诉 你也知道 中正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知道她是不是在那边煮啦 但是你知道 就是 总是 数大招风 没开发票啊 这种事啊 或者是 什么 呃 什么 有没有列成分吗 对 没有列 她没有列成分 对 她完全没有列成分 因为她要保密她的密 对 密方 然后她也没有列保存极限 有啊 她后来很敷衍的贴了一张保存极限 就一个月内 但大部分都会放超过这个时间 就冷藏起来这样子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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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真的有用 那你对我们的 现在的饮食满意吗 还不错啊 我觉得很 简单 然后方便 而且我个人认为 该有的营养 应该还是有啊 你看我的肚子就知道 营养过剩 哈哈哈哈 没有 可是其实 我们吃的真的很简单 如果这个菜色 就是 我的前任会说 怎么吃的这么很酸 哦 不会不会 可是我真心就觉得 这样子就很OK了 真的要吃大餐就去外面啊 干嘛 自己弄在那边 那么累 因为我自己偶尔也会煮 所以我真的知道 你要煮一顿 复杂的 或者是丰富的 要花很多时间 而且你还要事先先采卖 还要想 还要什么什么东西 而且有时候你可能就只需要 用一点点 但你必须要买一罐 嗯 对 所以我后来就觉得 嗯 不用了 就像我之前就是雅阶 自己想要做薄皮披萨 哈哈 那就去买面粉 还有酵母 哦 结果都过期了 对啊 可是酵母就是 其实没有用到那么多 所以后来也是过期 反正就是 他念的法是 Tertalnic 但大概是这样的音啊 我们也是念的是不标准 特屌尼克 对我们都说他叫特屌尼克 然后最近又开始在怀念特屌尼克 但台湾好像没有什么地方有在卖 所以我才决定就是要来做 你说北部没有在卖吗 没有没有看到什么地方在卖 好像有一间店吧 但是蛮远的 哦 就是与其去那边倒不自己做 可是他就是说要做也是过了不知道几个月 因为后来就漏水了 哦 你还记得那个周末原本要做 然后后来就在那边漏水 我们就搬出去 然后后来又去看房子 反正我从房子开始漏水这件事情之后 我的人生都呈现在一个爆炸意外忙的状态 就是忙到我都觉得 干嘛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 又不是说房子漏水 人住人会漏财 而且会生病 对啊 真的是 我自己觉得气场有变不好啦 就是我现在很忙 可是那个忙有点杂忙 但又加上现在是你知道 国中生他们快要考高中了 就是一个忙季 就是真的 说不定是工作太多了 对啊 然后刚好很多事情都在三四月 所以我真的没有心思去想我生日这件事情 以至于没有任何生日愿望 但我还是很感谢 那些祝福我的朋友们 对啊 觉得大家很温暖 而且我今天带你去吃法国餐厅呢 哦真的真的 我们今天去吃了 散岛市捷运餐4号出口出来的小法国 我没有在业配了吗 哈哈哈哈 我们一直在帮别人业配 那你有满意吗 我觉得它的钱菜跟那个 钱菜 钱菜 就是在主餐之前都还不错 就是因为主餐乔安娜点的是牛排 乔安娜的牛排煮的真的蛮好吃的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没有达到乔安娜的熟益水平 我很喜欢吃鸭熊 所以如果去餐厅有鸭熊我通常会点鸭熊 鸭熊好像乔安娜说是没有我煮的好吃 对因为说书人他上次有煎过鸭熊 里面这个收成度他抓的比较好 对啊 第一次煎鸭熊就上手 对啊就是真的里面大概是七八分手吧 对啊对啊 然后粉红色的很好吃 真的蛮好吃的而且皮有脆 所以今天吃的这个他有点对我来讲有点太硬 有点柴了 对有点太硬了 有点过手了 里面还是OK但外面的地方有点太柴了 好可怜哦 你知道冷冻裤还有鸭熊吗 我知道还有三包 对 你要讲一下上次你煮鸭熊发生了什么事吗 就是我们煮鸭熊 那因为我在网路上查到的资料都是用平底锅间 你不是说气炸锅 对然后我后来查到有人用气炸锅间我想要试试看 结果不知道是我温度调太高还是什么原因 反正就是在煎了大概十分钟左右 整个气炸锅是冒浓烟 是冒浓烟因为鸭皮实在太油了 所以可能是那个油喷到 诶我是不是没有放滤网 没有 我没有放那个网对不对 好像没有 哇糟糕 他有一个防喷油网啊我好像忘了放 导致于就是整间好像 像烧起来 就进入了热炒店的概念 热炒店的烟雾弥漫 就真的很夸张 然后朋友进来的时候我就说 诶你们自己先坐一下 我现在没有时间招呼你们 哈哈哈 就把自己弄到手忙脚乱 然后他们在看我 因为我们中间隔了一个客厅的长度 他们看我这感觉在云雾中 哈哈哈 就真的那个烟真的很夸张 真的像在云雾中没有在唬烂 后来因为这样烤一个都还没烤完 就已经呈现了这个要灰朽厨的状态 还好我们家没有那种烟雾侦测器 对所以后来 后来就撒水了 后来我们就想说不行不行 要把它关掉之后 改用锅子 就是不锈钢锅加热 然后去煎它 嗯嗯嗯 烟也还是很多吗 没有啊后来就没有啊 但是油真的出来很多 你知道我在一边煎的时候 我就在那边 哇哇哇 如果我以后还是不要自己弄好 我以后去外面吃 那你有喷到自己吗 好像有见到一下下 一点点没有印象 所以应该是有 但没有很强烈的印象 因为鸭的油真的很多 很多欸 我出乎意料的多 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多 我知道多 但是太多了 哈哈哈 这真的多 让我觉得很震撼 一直涌出来 我就我 哈哈哈 这个是合理的吗 没有你还是看起来很沉着的 把它煎完了 你煎了三片 对我煎了三片 但我内心一直在那边 哦哦哦哦 我这吃的 你还是正常的吗 哈哈哈 对那个油应该可以装完 装满 那个一般的饭碗 哈哈哈 硕硕人应该很后悔 他那时候说 他要自己煮 哈哈哈 对因为我们那次其实 招待朋友来 那其实我们可以选择订外面 但我又想说 欸 我买了鸭胸欸 有六块 自己吃可能要吃很久 那朋友来 那我就把它煎一煎好了 而且他们刚好又都愿意吃鸭 哈哈哈 结果没想到 没想到弄得快回旧出 哈哈哈 对我那时候在想说 哇那个气炸锅会不会爆销了 哈哈哈 就是上面裹了一层油之类的 对还好还好还好没有 而且还好那个成品是好吃的 后来擦了蛮久的啦 对 很难擦欸 真的真的 谢谢你 哈哈哈 谢谢你辛苦了 哈哈哈 就是说说你都是 欸我还蛮喜欢挑战新菜 我通常就是 我很勇于冒险新菜 对你来说就像实验一样 对对对对 我可能就YouTube看一看 然后我就可能就觉得 啊好就是胡椒虾了 那就开始做 或者是YouTube看一看 然后就好 就是这个 包皮披萨 哦说说你超爱吃胡椒虾的 哦对 而且我觉得我做的蛮好吃 你做的很好吃 就是那种 呃有加柠檬的 胡椒的 酸酸咸咸 因为有加胡椒 我没有加辣椒 嗯酸酸咸咸的 对酸酸咸咸的 还蛮够味的 蛮够味的 对 希望有给你们一些 小家庭怎么吃的一些idea 如果真的没有的话 Foodpanda很方便 哈哈哈 哈哈哈哈 胡椒一直很方便 对啦对啦 真的很贵 对啦会需要加一点钱 可是有的时候真的很累的时候 就还是让自己休息 多吃一点白饭 中医说要吃白饭才能补到汽油 所以不能吃太多面条 对不对 没错 因为有些人是还蛮喜欢吃面条的 诶我发现我太常吃面食的那段时间 很容易拉肚子诶 哦 就身体的湿气真的会太多 了解 嗯 嗯嗯 所以改变一下饮食 那如果说可以的话 你们也可以就是去研发几个小菜单 不一定要很复杂啊 就可能炒A菜啊 或炒高丽菜 或者烫的青菜 对 然后加肉丝进去 然后我记得我们有一个驻美国的朋友 那他是之前是单身的时候 他很喜欢煮水饺 因为他觉得水饺里头有肉又有菜 那也许这也是一个选项 就是你可以在冰箱里头常备水饺 不过水饺热量很高 10颗水饺可能就有四五百大卡了 水饺很难消化 嗯 对 这倒是真的 嗯 所以 但是如果说偶尔吃啊 有时候真的 有时候 如果要买东西不方便 嗯 对啊 其实是还不错的 欸我们好久没吃水饺了 对啊 水饺 我上个礼拜有吃啊 我去那个 那个 又要业配了 哈哈哈哈 水饺店 我突然就好想吃水饺 说书人很久没有在家里吃饭了 我们最近那个心通末路 哦真的 已经忙到一个 我每天真的早出晚归欸 我已经连续好几天都是六点多就起床 我都很压抑就是 就是干我怎么跟高中生一样 很惊人的时间 对而且我其实是两点多才睡 所以我已经有一种觉得 我那天跟学生在讲说 呃我觉得现在只要给我一个墙 我靠着我就可以睡着 哈哈哈哈 这么夸张 对对对 真的很累 真的很累 对我等一下要赶快去一起睡了 好哦 祝你生日快乐 祝大家每天都开心 大家都快乐 吃饱喝足 人生爽歪歪 哈哈哈哈 好吧这就是我今年的愿望 哈哈哈哈 不错哦这个愿望不错 人生爽歪歪 哦要睡饱啊还有睡饱 对啊吃饱喝足 还有睡饱 人生爽歪歪 好哦祝你愿望成真 好哦好哦 谢谢你们的聆听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内容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